正式柚子堂去年研发上市很受欢迎 去年研发的 有两种 一种是这个比较湿润一点 还有利用果实酿制的水果酒 今年上市赋予新鲜果实更多价值 这个是我们今年新研发的 烟红树莓酒 这个叫做柠檬湾石榴酒 也是今年新 我们跟海洋大学的老师 一起研发的 延长农产品保存期限 农友们在海大石科系的协助下 发展出各式特色加工农产品 竹笋制成各式冷冻包 是年菜的新选择 中西的食材 不然要存的 还是刺激品 刺激不要 然后来做加工 做研发 还有别具风味的竹笋意大利面 吃过的都说赞 竹笋来煮给他 加那个意大利酱 非常的好吃 跟外面的口味都不一样 特色农产品加工料理成果展示上 看见马东社区农村再生执行计划成果 市议员张肯辉也很积极协助农友 开拓新市场 目标锁定七毒火车站 打造假日小市集 火车站的我们的旅站长也乐观其成 因为这个整个都是由铁路级的 自开计划里面所来主办的 未来我们会一起会看 如果同意以后未来的话 这个在星期六星期天的话 我们的社会处的弱势团体的文创 还有我们敞花处的市集的 可以就在那边摆设 同样的也促销他们的产品 从包装到销售 农友们一条容 运用当地特色农产 希望创造农产品的多元性 并提高农业价值 记者崔小军 基隆报道